我跟VLOOKUP 其实最大的差异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栏位 栏位是 这个横向的话 也就是你的栏位名称 你的栏位名称 有没有发现 它是在 同一栏上面 同一栏 比如A栏上面的话 那这种 通常我们用HLOOKUP 也就是说它的资料是这样 一笔资料的话 我们刚刚基本上是 这样是一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 特别注意HLOOKUP VLOOKUP的话 如果你的资料是摆纵向的话 像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用VLOOKUP 特别注意 其实我的感觉 HLOOKUP用的比较少一些 为什么 因为一般我们的资料 通常不会摆类似像这样 我们通常会摆这样子 有没有 你会把栏位在上面 很少栏位会是在 这个左边的 对不对 你如果放左边其实不方便 你看哪个资料库里面的栏位 放在左边 没有 几乎没有的 也就是说 你尽量 那两个函数都要会用 可是基本上 尽量 还是用VLOOKUP会比较好一些些 把资料 本来如果HLOOKUP 它是摆这样 你可以再把它转换一个方向 比如说怎么样 尽量可以把这个转换成类似VLOOKUP 这样子 把标题 把栏位名称放上面 然后再来处理 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当然我们先不要转 其实要怎么转 也非常简单 之前同学有问过 那如果你要转的话 转字一下就好了 它马上就转过来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样 这个HLOOKUP先来了解一下 首先的话 我要查询的 这个内容部分 就是说 有几个 几个要查的 就是说 这个HLOOKUP 它可以帮我做查询 查询什么呢 比如说CZ 特别是CZ2 的产品里面 我希望知道它的什么 入库数量 跟它的单价 CZ2 那这边有一个 我要查询的是CZ2 然后它的入库的数量是这一个 它的单价是这一个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带过来 把它带过来 也就是上面也是一个资料 其实就是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 那在资料库里面有很多的表 就是一个资料表 那上面有很多栏位 那我们接下来又怎么样查得到 首先